已在今天早上8點 形成今年第五號台風渡速來 可能在週一 週二的時候 我們會發佈海景情況 既然在菲律賓東方海邊的仁耐型低恰 已在今天早上8點 形成今年第五號台風渡速來 而具體在週三 週四 目前預估看起來是 太空距離台灣最接近的時候 可能在週一 週二的時候 都要特別留心 未來這個台風 它的強度 它的路徑 是不是會直接造成 它的影響的情況之下 而我們會發佈海景的情況 這個計算箱全 全掉了 昨天 船長先 宣布氣船 就另外一個位移動的環境 超批餌的運營 這麼奇料 今天在兩陣子上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